我們今天可以無限制延長 我相信Tag 他們這幾次都台南一中的 大家都很高興陳志曉的人起來 陳教授 初見 請你 陳博士 你還是評論一下好了 除了這個個人的評論以外 我聽到陳志曉今天的講 因為我是跟他台南一中的講 我覺得很感動 真的台南一中的老人 小弟在台南一中去特長前 我是曾苗鴻 陳教授 電機博士 我台南一中去特長前 我的博士論文下的是21世紀 國與國之間的官家生法 我現在要說 我老大在 世法家 廣告大樓 我老爸是學生國好老師 我老父是廣告好老師 你就知道我敢是台南人了 好 我現在要說第一點 是我們 民主政部長 他們這些人 炎至於獨派 但是騙到了選票以後 出賣我們台灣人 我說出比較快的就是這樣 第二點 我要說的是 就是 現在 下個月 水電酸漲 尤其電力的漲 漲了百分之十以上 造成了民生的整個的動盪 這是嚴至於 他們的不專業 像台灣電力公司的當處長 如果叫陳志祥去做 這是標準的專長 我沒辦法做 我沒辦法做 剛剛陳志祥講到 智能電網 智能電網 這從電機機來講 因為這不是我的專長 智能電網 這如果專長的人下去 所有的能源的分配 漂漂亮亮 乾乾淨淨 來 我要說的 我的感覺 如果說陳志祥 我們台灣人 陳志祥繼續聽民主進步 當新交流這些 譬如說出賣台灣人 出賣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這是我講完 來 長男有說到 我們台灣當年建議 已經去給他們 新交流他們這些 完全撲滅了 我們長女有說到 我們要如何執行 我們要怎麼執行 我們去公館 一樓 我們台灣土地建國的團體 一定要有一種建設性的力量 尤其這裡的老人 要帶著走 我們不要再去監管 什麼這個報紙 那個報紙 去看頭條都沒有用 我們就去公館 去租一個一樓的店面 台灣獨立建國自縣 啥廣 一份咖啤 兩塊吐司 這樣一百塊 來 拜他 給周年安主席 拜你 給陳志祥主席 拜三 曾苗芙主席 拜四 鐵勒主席 拜五 這樣 這樣 把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這樣看出 要真正面對實戰 不然台灣獨立建國 不可能 如果要挖克 民進黨 一百年就不可能 來 第六點 我要說的 民主政部黨 新要流這些人 現在跟我們台灣人 看他們 憑 正在國民黨 比較閉 會加起來 這就是我 說 勒毛 抱歉 好 謝謝 這樣好 楊教授 你如果要去做一間店 我一月給你 承認 我要給你罐一百元 一月給你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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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文人要承自曉 大家要做回來 對 我們這不怕死的 大家要做回來 真的 我告訴你 幾分鐘大家都站在那裡走 你如果有事先走 沒關係 我沒有事 我要聽到這 好 我簡單回應 我覺得 就直接進入主題 我非常認同 曾教授你的一些看法 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就是 我們要怎麼做 民進洞才讀一跳 那 當然 我剛才 可能剛才講的比較粗略 所以 可能那個莊老師 有點誤解 好不好 我修正一下 講得更精確 我所謂的 把政客 政黨 政權 當作工具來看 那 裡面可能 比如說政客 就是人 我們當然說 我們尊重每個人 人的個體 我們怎麼可以把人當作狗呢 我不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我講的是 這個人 他的政客的這一個面向 比如說他很多身份 對不對 他可能是一個人 他可能是一個父親 他可能是某某人兒子 誰的老師 然後他是一個 他是我們的公民 是吧 那他人的部分 當然就是 我們當然是尊重他 但是呢 他去執行這個公眾賦予他權利的時候 這時候 他應該就是我們的工具啊 好 我要講的是這件事情 好 至於 我覺得 曾老師 曾教授你 特別關注的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做才會有效 對不對 那你剛才提說 啊我們就 主張台灣獨立啊 這些東西 我跟你說這不會有效的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就直接說了好不好 這些事情大家還不夠努力嗎 大家做的還不夠多 是吧 蔡經貴之前在那個立法院前面搞那個帳篷搞多久 是吧 國民有沒有受感動 有下癮嗎 有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這個民進黨還是這個樣子啊 不會因為我們去跟人民去訴諸說我們獨立建國的理念等等等 然後就因此會有什麼轉機的好不好 這件實驗做第二次 失敗的實驗不應該做第二次好嗎 這已經做過了 OK 花在多種力氣我不覺得會有用 但是有件事情會有